进入6月后 特朗普愈发疯狂了 由好事者统计了下 从5月30日开始 特朗普已经先后向35个国家出手 或发出警告 或直接采取行动 这当中不乏英 法 俄 德 印度 土耳其等实力玩家 老特这一通操作 颇有当年慈禧太后宣战世界联军的味道 向来和特朗普精卫分明的美国媒体们 自然是借机连同左翼选民 把特朗普骂了个里外不是人 要说最具黑色幽默色彩的 当属谷歌 如果你在谷歌图片里搜索英文单词 这首页弹出的 嘿嘿嘿 可是 我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尽管掌握社会话语权的精英们 一再贬低挖苦特朗普 可眼下他依旧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头号热门人选 2019年第一季度 特朗普狂揽7580万美元竞选资金 比当时民主党八个候选人捆一块还要多 可谓全面碾压 此外 尽管近期民调显示 有60%的美国人希望白宫易主 不过依旧有三个数学模型 预测特朗普将在2020年连任 别忘了 有多达七成的美国人 对当下经济表示满意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有句竞选名言 经济才是重点 蠢货 不知道他老婆 在16年惨败给特朗普的希拉里 回头再看这句话 该做何感想 美国到底要去向何方 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辩论 在这几年从未停止过 而事实是 如今的美国正在不断坍塌的过程中 而这里 我给大家讲一段颇具深意的往事 或许能帮你进一步理解美国的坍塌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 一度陷入僵局的特朗普 缓缓走向南卡州的竞选战场 台下 万众狂呼 台下 嘘声四起 当时 已经年过70岁的特朗普 在面对台下迷茫的选民们时 安静了讲述了一个故事 30年前 南卡州 一个名叫希尔的农民 在购买了份大额保险后 于卧室里举枪自尽 而促使他选择轻声的原因 是当时全美产业转型的大浪潮下 农业人口艰辛的处境 希尔一家 已经拖欠银行30万美金巨款 保险公司自然不会受理自杀者的理赔 而银行方面 又对希尔一家多多相逼 在当时 正是特朗普出手 拯救了这一家 特朗普说完 一名女士手捧母亲一向 含泪走向竞选台 她正是当年希尔夫妇的女儿 台下选民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 爆发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 一周后 特朗普一举拿下南卡州的选举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希拉里依旧不惜于立地在加州 纽约州等地 宣扬着她的平权 增税和美好的民主理念 台下的青年学生和城市中产们 同样爆发出激烈的欢呼 可是这份欢呼显然比起南卡州选民的期盼 少了点什么 谁更像个华丽的骗子 谁更像个真诚的莽夫 特朗普 希拉里 美国 左翼 右翼 很多大国在历史的关口 其国民都需要面对两个沉重的话题 谁来统治我们 谁来养活我们 希拉里和她的新中产选民们 选择了第一条路 而特朗普与她的旧时代以老门 则选了后者 新产业与旧产业 权贵与平民 信仰与秩序 这三大大矛盾构成了今天的美国与特朗普 也注定了美国难以挽回的命运 我们把目光拉回现在 当初帮助希尔一家的特朗普 当真就是个心怀慈悲的活菩萨吗 也不尽然 特朗普在他的书交易的艺术里 不止一次地提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 如果你拯救一群人 这在公众眼中不过是个数字 但你如果拯救一个人 拿在人们心中 你就是个英雄 客观来说 我们不能否认特朗普做了件有意义的事 但就整个美国产业浪潮的大局来看 特朗普的出现 无疑引爆了美国新旧产能的冲突 而这是一件极不理性的事情 政治家应当弥合社会矛盾 而不是无限放大社会纠纷 为什么他一再强调美国优先 让美国再次伟大 或者我们换重讲法 美国什么时候不伟大 不优先了 当从金融风暴之后开始 金融风暴前 美国新财阀依靠美元 军事两大武器 对全球疯狂吸血 掩盖了新旧产能的诸多矛盾 可金融风暴之后 产业泡沫破碎 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美国这块大蛋糕 碎了 金融链断层下的美国 新旧产业矛盾急剧爆发在2008年之后美国报纸里 你会发现民众发质疑现行体系的声音越来越大 时事早英雄 美国的国情促使了特朗普的诞生 他不是一个人 而是美国整个旧时代的缩影 他为什么一再向扩大基建规模 要求恢复煤炭 石油工业 迁回传统工厂 这些产业自然都是落后的低效产能 但也是老岁月里 代表美国辉煌的影子 更是铁锈带选民们赖以为生的手段 例如 在80年代 一个福特工厂的工人 可以养活一家四口 在当时 大车起的工服 就是今天的华尔街白领们身上的昂贵西装 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而如今呢 华尔街和硅谷的白领们悄悄键盘 就得得上铁锈代工人们一年的工资 所以 特朗普所谓的再度伟大 只是想让他的旧时代选民们再次伟大 他的美国优先其实是想让美国老财阀优先 他最近疯狂向全世界宣战 也是企图以一种狂热的精神价值观 重新挑起老选民们敏感的神经 美国这块蛋糕已经碎了 为了满足老财阀和铁锈代选民的需求 特朗普必须重拾冷战时代的美国战略 满世界薅羊毛 企图重现当年广场协议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奇迹 那这场奇迹会发生吗 当然不会 原因有三 第一 美国独霸天下 群雄唯唯诺诺的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 今天的特朗普们 不得不面对一个复杂的全球产业分工 和一个更复杂的国际格局 对于美业等体量的大国而言 能毁灭或成就他们的 绝不是外部力量 而是自身的历史进程 第二 冷战时代 那个空前团结的美国 同样一去不回 能使人团结的 无非恐惧和利益 在冷战时代 庞大的外部压力 促使美国政治空前团结 当时 即使是最激烈的党派斗争 如果一旦超过国家利益的底线 也必定受到众人唾骂 可冷战之后 失去外部压力的美国 陷入了新一轮无休止的内斗 而特朗普主动刺破 美国利益链条 只会让这场斗争加剧 第三 人类历史上 挑起新旧产业之争的文明 无一不走向灭亡 在西方经济实力 从羊吃人时代 倒把牛奶倒入河中的资本家 再到今日美国新旧产业的巨大差距 优秀的文明 选择弥合矛盾 促使旧产能向新产能的融合 让国家体系平稳国度 而愚蠢的政客 会企图挑起社会的对抗与冲突 爆发一场非黑即白的对立 很遗憾 特朗普选择了后者 我们不难看出 特朗普正在以他的疯狂 把全美国绑架上这辆战车 成 则美国又一门一招攻城 败 则输掉整个美国的国运 特朗普是复杂的 就好像如今的美国 他的每一个举动里 都潜藏着巨大的个人野心 与大国沙文情怀 回到最初的问题 谁来统治我们 谁来养活我们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很愚蠢 无论选择哪一个 结局也都很悲惨 最正确的问题当是 我们应当如何同舟共济 化解社会冲突 实施正确的转型 这个问题 特朗普们懂 希腊里们更懂 台下欢呼的选民们内心也懂 可谁都不愿在这场妥协中让步 于是 疯狂成了唯一的选择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 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